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 不仅是连带影响到了善心人士的捐助意愿 也导致了需要被帮助的个案再逐渐的增加 而这种情况之下 也让社府机构的负担是越来越沉重 而小小爱心会日前 也就特别在记者协会理事长梁国荣的转介之下 得知人安基金会的迫切需求 因此就特别捐赠了80包3公斤的白米 希望让韩市都能够得到帮助 也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小货车后抖上再满一包包白米 这些全都是小小爱心会的会员们 集资的爱心 这次有80包3公斤白米 要捐赠给人安基金会花莲平安站 一直以米香传爱的小小爱心会 这次又出任务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次因为疫情关系 很多的物资都缩减人安基金会 他因为短缺米这个白米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要让每一个韩市吃得饱 所以呢透过了记者协会梁理事长的 就是告知我们这个讯息之后 我们马上一不容辞经过所有会员的同意 给他们这其实最及时的3公斤80包的米 希望我们所有的韩市都能够感受到 我们社会的温暖 连续三年的新冠疫情 隔行各业的经济都受到严重冲击 不仅连带影响到三星人士的捐助意愿 也导致需要被帮助的个案在逐渐增加 这种情况下也让社福机构的负担 越来越沉重 这真的是非常的急时雨啦 因为我们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可能比如说原本捐赠的一些善事们 其实他们本身也可能没有能力 再提供我们资助之外 那因为我们附近的很多的其他的社福团体 那可能也无法附和 所以变成说我们由原本每餐呢 大概50几个人的就是服务的对象 变成可能每餐可能七八十人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那个人安基金会的部分呢 就是在物资跟资金上其实都非常的缺乏 小小爱心会在记者协会理事长梁国荣的转介之下 得知人安基金会的迫切需求 特别捐赠百米希望让韩市都能得到帮助 也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而平安站长罗家强也欢迎有能力的民众 可以协助机构帮助更多花联县民 一起度过疫情之下的艰难时刻 你相传爱小小爱心会赞不赞 赞 记者徐立琴花联市报导